我的妈妈虽然说不在了 但是她在她生命最后的时间里 把她的眼角膜捐献了 我相信 得到我妈妈眼角膜的那个人 虽然说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她也会继承下去 我妈妈那一份善良吧 多好的养父母 自己走的时候还把眼角膜 捐献给了别人 我们用掌声来送给她那对 养大她的父亲和母亲 弟弟那么小 爸妈不在了 又知道我不是她亲生姐姐 因为我现在就是弟弟唯一的天 就是她唯一的依靠了 你虽然在我们面前特别的坚强 对任何困难都勇于面对 但是也许你心里最柔软的 就是你弟弟了吧 我真怕你待会儿 跟弟弟在一起告白的时候 你说不好 我怕她说那秘密的时候 弟弟也接受不了 有这个心理准备 因为满太久的话 对弟弟以后成长也不是 很好的一个因素 我希望他不要去恨爸爸 接下来我们再开启一次告白时分 看弟弟会不会来到现场 好吗 来 再次站到 按键的位置 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如果弟弟不能接受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他 只能告诉他事实 不管他这次接不接受 还是要告诉他真相 你做好了这一辈子 都与弟弟相依为命 因为我就是弟弟 虽然说爸爸妈妈不在了 我就是他以后的父母 我要报道父母 二十年的养育之恩 也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 你要知道你有了这个弟弟 跟弟弟一起相依为命 将来你的生活和普通女孩的生活 大概是不一样 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谈恋爱 花钱月下 你甚至在选择自己丈夫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自己弟弟的因素 你从此既是个母亲 又是一个姐姐 而且在将来的人生道路当中 有很多困难需要你自己看 你做好准备了 来到这个舞台 我就已经做好了 前所未有的准备